我是文獻收集部區議員 方畢生 習慣了站起來說話 所以先站住 記者招待會其實是由我們一班 不同黨派的區議員聯合開過記者招待會 主要是就著授權票制度 我們有一些行動或訴求 相信在過往的時間裏 大家除了留意在區議會的會議 投票等等的時間 其實都發現了在授權票這件事 即區議會的授權票制度 出現了一些很明顯的漏洞 例如在我所屬的深水埗區 因為授權票而出現了一些 多數人的暴政 或者是有些議案明明是他們不夠通過的 就是用授權票去展覽了議題 通過了他們 作為議會的多數就用這樣的方法去通過 或者去否決他們想否決或想通過的東西 所以今天就召開這個記者招 主要是跟大家說 各個不同的區議會 有些什麼在議會裏面遭遇到的 類似打壓壓迫 或者多數人的壓迫等等 之後我們會講一講 今次我們發起這個盜絕議會冷藏的運動 以及我們的訴求 譬如要求取消受權票制度 以及之後的行動 我們都會稍後一會再講 現在先給不同的區議去講一下 即是就著他們開區議會的時候 怎樣被多數派去壓迫 或者去有些什麼情況發生 那不如黃大仙先 好 好 介紹一下自己介紹 各位傳媒朋友 我是文協主席施德萊 我本身也是黃大仙區的議員 在過去一屆的區議會 即是完成了大半 在這一屆議會裡面 其實在黃大仙區用過一次授權票 就是一個叫做一地兩檢的議案 其實18區都有上這個議案 當然在18區裡面 特別是黃大仙區 都是一個建制派佔多數的議會 他要通過一些叫做阿爺有指令的議案的時候 往往會用一個授權票的方式 令到他的議會裡面很確保地 就算有些議員沒有出席都好 都可以過到半數 令到一些他需要通過的議案都會成功通過 一地兩檢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反映著一個授權票的制度 一些懶的議員 一些沒有進贊的議員 他自己不出席會議 就授權給他的黨友去出席 那麼這個制度是應該要倒轉 這個制度應該要停止 所以我們黃大仙區 其實是一班範圍議員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行動 還有都希望政府當局 在內屆的區議會裡面 全面在18區都取消一個授權票的制度 然後不如我找了啟明 某些深水埗之前發生的情況先 好嗎 我們今天想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不出席就沒得投票 你沒有出現在議會裡面 但能夠透過授權票來投票 這個我們覺得是不合理的 而這種不合理的情況 在深水埗區議會出現過很多次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2017年11月在區議會大會 就著彭仔的布藝時裝中心的臨時動議 就因為多了三張授權票就被否決了 另一次就是2018年5月24日 深水埗區議會就著無家貨日的撥款動議 同樣是因為被這個授權票來否決 即是如果有一些的陣營 他認為有一些的議案是不應該通過的話 那就麻煩他召齊人來開會 來到投票 就不要人誤到大票照到 這個才是我們今次要取消授權票的最大原因 所以我們很希望這種荒謬的制度 能夠在這裏就終結了 就不要再延續下去了 亦都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亦都有建制派同事講過一些荒謬的說話就是 他為了要體現他們多數的意向 所以即使那些不在籍的議員 都應該能夠投票的 而這個多數的意向 是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體現的 但就這一點我們回應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這麼想你多數人的意向出現的話 那就請你來開會了 就不要這麼懶不開會就隔空投票 好 麻煩你了 好 麻煩你了 之後我想請不同的團體 黨派或者個人等等 去講述一下自己對這類的看法 那不如先黃潤達 OK 好 自我介紹一下先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葵清區區議員黃潤達 葵清區依然都有這個授權要的制度 其實過往呢 就經常都出現一些狀況 那特別就算在特別 雖然今年 登一屆 特別是區議員議會裡面 民主派和結席派的 所以議員的議員 已經拘捕是差大了 但都會出現一種狀況 就是 有些議員 擁有幾張的授權票的時候 可能會令到一些所謂議案 變成了 因為授權票制度 已經影響了投票結果 而這個過往是更加明顯的 過往我們在上兩屆的時候 民主派和建制派的議席 是更加拉起來的 甚至是曾經是 民主的議席裡面 是多於民主派 民主議席多於建制派 但當時委任議員的情況出現 委任議員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沒有時間出席的會議的時候 就授權了給一些建制派的議員去投票 很多時候會將結果扭轉 第一個就是將意向上 可能是由少數人投票的時候 變成多數的結果 這是第一點是不滿意的 第二點的確 其實我們覺得現在 越來越多市民 是重視現在議會 就算區議會 重要性越來越多 很多地區問題 其實都越來越多人關注 我們覺得議員 因為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尊重議會 也尊重自己 特別是臨時的動議 是當議會開會 才會提出來的時候 而授權票 是很早已經 給了某位議員代表的時候 沒有出席的議員 根本沒有出席過會議 沒有參與過討論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就已經被代表了 這種制度的確是非常不同 就是不好的 都是不尊重的 議會也不尊重自己的意向 所以我覺得 是取消這個委任制度 是令到議會裡面 第一 是令到我們所謂 因為真正的民意是授權的發言 第二 亦都希望議員 尊重議會的工作 而不是自己沒有時間 出席的時候 就委任了幾多人去投票 這個我想是最重要的兩點 謝謝 屯門有沒有事補充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民協的殷少南 也是屯門區的區議員 在屯門區的受權票制度影響 都同樣很嚴重 很多比較重大的議案 都因為受權票 而給到一些 佔大多數的 所謂建制派的議員 能夠去偷懶 問題嚴重到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屯門區的建制派的數字 比較大 即是跟我們民主派的 比例差距比較大 30個區議員 有22個都是建制派 只有8個是民主派 或者數個非建制派 很多議案 甚至乎它不用授權票 其實都可以缺席都夠票 很希望 很希望 接下來 我們民協 我代表屯門區 都會進入一些文件 去要求廢除這個 受權票的制度 另一方面 建制派大懶蟲的形象 亦都在爭選委員制度 那裡去表現出來 舉個例 屯門區議會 有一個叫做社區服務委員會 裏面成員有19個 19個裏面有7個是爭選委員 建制派議員 說錯了 12個是建制派議員 竟然裏面再有7個是爭選委員 19個建制派裏面有7個爭選委員 其餘有10個建制派 竟然沒有參與議會 很想而知 建制派 就運用這個爭選委員制度 去偷懶 去不出席議會 或者缺席議會 很想大家 一起參 不同的議會一起參 去廢除這個 長遠廢除這個爭選委員制度 好 接著各個團體 先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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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的文化 既然大家都在區議會 或者不同的議會層次 都是一個民選的議員 進去必然要代表民意 去出席會議 了解那個討論 然後投你合理的一票 我自己的區議會 在西貢 是有29名議員 你說很嚴重的委任 授權 就不是的 但是都有經歷 我以往最早期的時候 曾經是有爭選委員的一些存在 及後在這一屆 全面廢除了爭選委員 我認為每18區都應該要取消這些爭選委員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當然也認同是廢除這個委員制 第三 我覺得要討論的是整個監管民選議員的制度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民選議員選了 是被一些市民去投票選之後 其實他們的行為 出席會的時間 或者他的討論 或者他做的地區工作 其實沒有監管 我其實對於現在現時 青年一輩入到議會 初初說 以一個無謀初心的心態 而入到議會 可能利益掛稅各方面 我覺得 其實討論一個監管 一個民選議員的制度 都是合理的 無論他出席 投票 以至多少時間 去這個議會裏表達他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 其實無論立法會好 區議會好 都應該要引入一個類似 扣分的制度 或者一個懲罰的制度 我自己 之前我也講過 好像 德國議會有一個懲罰的機制 我覺得這件事是要討論的 另外一個就是 議會曾經試過一億元重點工程 議會同事有些就不在香港 有十九個項目 而當中有些議員 他就把議案交給其他同事 放上桌 然後由十九個項目 就收窄變成五個項目 而最終其中有一部份 合併了 變成我們今天 在我們西洋區議會裏面 分了兩刻的一個項目 而其中五千萬的工程裏面 有一部份 是屬於這個 即是議員同事們 是沒有出席 而可以擺到上 討論的議案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公道 另外最後一件事就是 以往有多 剛才有些議員都有說過 有些政團是為 覺得自己大 他們有很多議員 那麽 彰影自己根本不用出席 都可以表決一些議案 我認為 其實我們議會 我們西洋區議會 都有這個情況 就是說 動議人是不需要一定在植囊 去討論他的議案 只有禍議人 有份在動議已經代表 這些也都彰顯了 一些政團去濫用自己的人多 黑人少 也不是論事而去靠 那麽多 即是說 他們都會利用了這些時間 分配而令到 他們的出席率會降低 變成說 既然我同黨裏面 我的盟友裏面有七至八人 只要放一個同事 在議會裏表達或者討論 那這個議案就可以通過 其他同事可以不用出席 或者走了去喝茶 去喝咖啡 那就很不公道 所以我覺得 總歸就是說 整個監管 議會的制度 包括民主的議員 都要坦誠地去處理一些事 謝謝 好 跟著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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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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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選委員的設施 那麽 那麽 那麽其實呢 在區議會裏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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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那麽 那麽 一般宜然在工作小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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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通過之後上到區議會大會就必然通過 大會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過場儀式 真正去議事和通過的事都是工作小組和委員會發生的 這些委員會裏面有些叫爭選委員 這些爭選委員在東區區議會裏面是有投票權的 有投票權 大家注意 他不是來旁聽 他跟區議員一樣是有這樣的權力的 但是他們是沒有經民意授權投票產生 他們經哪些人投票產生呢 建制派 說就說到好像民主 東區區議會裏面 是經過區議員投票而投出爭選委員 但是建制派是壓倒性的優勢 在東區裏面25票對10票 所有的爭選委員都是建制派 他們是甚麼人呢 甚麼身份呢 那些區議員助理 舉例大家認識一點 鍾樹根的助理 王國興的助理 還有誰呢 出名一點 王國興 鍾樹根 有些是選區議會選輸了的 就做爭選委員 哇 那不是很棒 就是輸了一樣有區議員的能力 譬如被我擊敗那個對手 江澤豪先生 2016年就做爭選委員了 就是我那頭擊敗他 那頭馬上翻生 然後2018年又繼續 2016年2018年 就是每期的任期兩年 就是我做共內區議員 他也做共內區議員 我四年任期 他也有四年任期 大哥 你真是 這個是一個荒謬絕倫的制度 就是建制派在所有的委員會工作小組裡面 加兩票 這些完全是凌駕議會 凌駕民意的荒謬絕倫的事情 是應該要廢除的 而舉一些例子 譬如你說元朗區議會 民主派和建制比例是36比5 就是民主派絕對的劣勢 但是在那裡的風俗 就是那裡的民主派區議員 都可以提名爭取委員 這個風俗在區區不同的 在很多的區議會的分區裡面 是人人可以提名 有些大家叫做力量平衡 有某個的比例 有些是民主派 有些是建制派 而東區區議會是用所謂的投票 那既然各處鄉村各處麗兒 而其實是一個可以考取豪奪的 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其實是應該所有爭選委員 是一路取消了它 整個區議會 用回投票選出來的區議員 做一個基礎 才是一個比較能夠反映民意的制度 交給其他區的接觸 好 麻煩 這邊先 這邊先 灣仔先 大家好 我是灣仔區議員 楊雪敬道元 我想大家很多區都經歷過這個授權票 但灣仔就應該不用用到 因為夠可能開會 他們建制派大多數壓倒性的 一個決定性的東西 為什麼今天都要反對受權票的設立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發覺當中利益申報的問題 在18區來說 都是很多各種各樣不同的流動 而導致很多民生的議案 甚至乎大家可能經常都會覺得 區議會一點都不政治性的 變相很多的決議 所以只要大家不要講那麼多 議會難從這些事情 大家講一下地方乾不乾淨更好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有關利益申報的事情 可能剛才牽涉到其他議員 有講到一億工程 很重大很多市民的利益公帑的分配 再加上其實現在為什麼說各區各樣 各區各處來 18區有18套不同的 你當立法會就是議事規則 在區議會來講 就是區議會的常規 為什麼18區會各處 鄉村各處來議 這麼久以來 民政處都不可以統一那個標準 大家去討論 譬如我的爭選委員 就是我自己去Nominate一位 那就是一位爭選委員 東區就要建制派 這麼多個議員都要同意 就是說是經過投票去同意 其實這件事已經很明顯見到 一些制度上的不同 又例如這個授權票的問題 其實灣仔區是有的 只不過是不用 但是有些區已經一早已經廢除了 為什麼有些區先其他一步是可以廢除 而其他區依然是要受著這些惡果呢 所以我建議就是不如民政處 好像之前修改區議員的利益申報那樣 是修改一些關於投票不公 譬如說是授權票制度 譬如說是爭選委員制度的一些指引 從而是統一一番18區的標準 現在我們見到在很多的場合上面 就是我們見到有很多的議會的討論質素 是相當之參差 這個討論質素參差在什麼呢 懶就不再說 嚴重可能是包庇某一些的議題 在一個民意的基礎上面 依然是可以是無事 就是諸如此類等等的事情 由於大家可能看到 之後我們隨便我真的去聽那個會 就是否則我留下一份會議紀錄 又是18區18處例 有時就會寫誰投票 有時寫誰用了授權票 有時有爭選委員有投票 有時爭選委員沒有投票 有時在籍的議員也都不是全部投票 你也都不知道誰有投誰沒有投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公眾去看回區議員的工作 甚至乎去查數 應該查不到 如果沒有特別去要求 會議紀錄 哪個議員說哪句話 持什麼立場 可能都是用有委員 覺得怎樣怎樣帶過 難道大家覺得 如果立法會現在有直播 區議會大家不值得看著嗎 跟大家的民生相關的一件事 大家都說區議會可能會多些市民 是關注他周圍民生的議題 但是為什麼在議會的監察上 和在議會的制度上 是可以這樣不一的呢 雖然我自己有做一些 這個立法會的 區議會的直播 但是始終都是 用一些很少的資源去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長遠來說 民政署應該會支援 是去令公眾都看到區議會的會議直播 從而呢 讓大家呢 真是 engage 了去到區議會的議政上面 從而提高回議政的質素 那這個就是有幾點的意見 謝謝 好 不行 接著先給丁寶說一句先 大家好 我是油尖案區議員 在油尖案而言呢 是有受決票的 但用到的情況就不多 但不代表不存在 而是根本就不需要用到 在油尖案現在我們那個 有十九個議員 只有三位是民主派 其他都是民政派 在這種勢力不平均的情況下 其實很少我會用到受決票 但同樣是存在 即是不同區裏面有不同的各法 各法的一個 就是家區有不同 但我們市民去投票 去賦予我們民選的議員出來 他們相信我們的議員 是希望透過我們的選票 去表達他們的聲音 但為何仍然是有議員的同事 會透過一些受決票 自己不出席 然後交給他一些友好 去進行一些投票呢 這是否違反了選民意向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在 我就這樣想 油尖案區議會裏面 有兩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是去篤出現在授權跳的一些荒謬位置 有一個就是一些政治的表態 就是我們油尖案裏面有西九高田的存在 我曾經上那份文件就是 反對一地兩檢在西九上 而建制派就坐定定了 就算不坐定都會受決給他的朋友 那些黨友可以投票 這個正正就是政治表態 這個就要做給爺太太 我就算沒有出席都好 我都會出來投票 這個是一個政治表態 我覺得這個未必是我們市民 或者市民想見到他們利用 區議會投票想做到的角色 第二件事比較明顯一些 就是他們都會用到授權票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去年年頭 就有一個說在拔花审裏面 做一個虛視的情況 而在那一次的討論 其實是不太有共識的 我記錯是差一票是九比八 是最後就否決了這個議案 而否決了那個票數九票裏面 其中我記錯也是有授權 有授權票的出現 即是說如果沒有授權票底下 我們由之外 就可能就有我們第一個的虛視 在文化审裏面存在 所以這件事是否能夠完全去反映民意呢 這件事我絕對有問號 當然你說授權票是荒謬 其實爭選委員是更加荒謬的位置 因為剛剛有其他同事都說到 即現在是無限復活 即你保住我可以贏到這個對手 你用實力去取勝 這個對手就不會出現 不是了 原來你轉過頭 就會在某個委員會裏面 見到他做爭取委員 可能在某個分區委員會 甚至做分區委員會主席 其實這個是一個政治分庸 或者一個肥分肥豬肉的位置 但這個也不是我們選民 所想見到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不論是在授權票也好 不論是在爭選委員的位置也好 到現在我們希望的是民主可以進行一個推進 不應該是去到退寶 所以我們都希望 我們公民黨都希望可以廢除這些地方 好 接著 可能 民主黨原本行李都是深水埗區議員 我想今天那個記者會的目標其實是非常清晰的 我們是很希望一致取消這個授權票 過往我們見到 還有一些建制派的議員 亦都嘗試為反對取消這個授權票 是有些歪理的 有一個很深刻的歪理 就是剝奪了他們本身作為議員的權利 因為他們就說會有任何的工作 怎樣怎樣 變成這樣就投不了票 但是坦白說 如果要想很清晰就著特定的議題 去作成他那個意見 內容 表述 其實可以有很多方法 一其實就是可以 已經是透過其他的同事去幫他 說回他的意見 這個就是說如果真的出席不了 他絕對是有方法去找其他的議員 或者其他的黨友去幫他表達意見 這個是很清晰的 可以落回會議員的用 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 而第二 亦都是 更加緊要其實就是 因為他根本沒有一個條件 就是不出席都是投票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過往我沒有記錯 就是因為李梓敬 就是剝奪了這個權利 因為用過很多次 應該其實就是已經很清晰 表達了他的意見 才會用的授權票 但是過往一直都是沒有的 甚至是很多我們揭發到 很多被人用了授權票之後 其實當時人是不知道 那個授權票是用到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處理 是極度辜負了市民的期望 更加一個深層次就是 剛才也看到 就是剛才我又說 尤其望區那個情況 就說如果很強圓船 就不會用 去到深水埔區 今屆 禁止了 就特別會用 為什麼呢 這個也會引起了很多的爭議 議會也不能有聚焦 討論一些真正的議案 所以你問我 授權票這個對實際的議會操作 對選民的倫理 對這個真實對社區的負責 也不是一個好的因素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第二 我想剛才不同的朋友 都有說到其他授權票以外 有其他人的公義 我想更加重要的是 整個區議會 現在就是under民政事務署 我想一路以來 我們很多朋友都在說 有一個獨立的秘書處 有一個更加公開的文章 這個更加重要 坦白說你問 是不是一定要統一 由民政署去處理呢 這個也可能未必是好的 我想我們過往 就是有一次很大的失誤就是 在今屆的區議會任期開設之前 民政署統一了 在投票政府主席這個環節 又出了一些鼓話 就是容許那些議員 投票政府主席可以名票 又或者是暗票 統一了 面對這個情況 有一些很陰質的招數 就變成一次過這樣放下來 所以你問我 一個真正民主的制度 應該是一個獨立秘書處 才可以捍衛到議員的權利 亦可以回應到市民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坦白說 我們民主黨在全港15個區都有區議員 就算我們不同區 我聽到都有不同的情況 我舉了一個例子 南區其實現在是沒有授權票的 當時他們怎樣呢 是很有技巧呢 除了授權票率 就正正是 2004年那時 區議會1月1號開會 談會議規則 那時柴文漢議員就說 其實這個授權票也不是有效回應 都選民 那不如就取消 那時候應該就是 反而有些建制派 就覺得其實就不需要 靠一些授權票來公票 那就取消了 那這些是有趣的 取消了一些很差的一些規則 通常就會回復 不會回頭 所以我想我們不同區的兄弟姊妹 都會用不同的策略去處理授權票的問題 但正正就是 一反過來 在如果我們很強的餘殊 都不取消的情況下 當一反過來 如果就要再用授權票去做 這種爭議 我覺得是會令到整個議政 也會令到整個議會的生態不健康 所以我是呼籲 無論一些台北元室的議會也好 或者一些可能 議員中可能接近一些的議會也好 取消了這些選票 才是更公開 去一個健康民主議會 進大一個重要的一步 阿昌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當初歡迎張旺昌 今天代表民主獨力有以下的立場 民主獨力是負責民主派的選舉 和協調工作之外 亦都關注各級議會的選舉 和議政公眾和制度 希望提升議員參與公共事務 和議政職量的權力 深水埔區議會成功撤銷了授權票制度 民主獨力是代表支持 我們認為出席議政投票是議員的基本責任 將投票權假守於人 是對選民的信任 將對選民的信任收權 是毫無關係的代表 直至是予以取負的 有負選民的庭幕 亦都有失代言蝕的職權 區議會受權票的制度 美庭明方便議員量調配工作 即是變相縱容議員偷懶的條例 一個月一次的行上會議都不重視 其實所謂的公職比議會公眾重要 只是將簡單的投票意向 授權給其他議員代為投票 沒有即時跟進議程審議和修正的進度 對過程亦都不問不問 議程如何討論修訂通國亦都沒有參與 任由備受權者 在每一個細節裏面挪辱民意 議員是真心關心社區 或重視市政利益 大家有沒有聽到 區議會是由選民一人一票產生的地區 發展的諮詢機構 權力雖小 但是背負的民主加持 因此嚴謹而一致的法制 是讓選民可以平等而正當地 藉著代議事在各議會上表達地區的意義 代議民主選舉的實踐 起到重大的作數 現時各區區議會的會議常規都不盡相同 亦都是適次的授權票制度 亦不是所有的區議會都有設立 但是其中不少的會議常規的灰色地坦 令到不盡不實 隱藏利益衝突的議員 藉著對地區事務檢驗和審批權利 從中得力 民主動力強烈支持 盡快在各區議會撤銷授權票制度之外 亦必須檢討各區議會的會議常規 整合成一致應用於各區議會的嚴謹法制 阻礙建制派藉著規條灰色地帶集取利益 提升區議會的權力、職能和應受性 以及表達令不關注地區建設及監察民意 可以有效地表達成這樣 阿拉達人要補充考驗 各位幾位朋友 我想再補充少少一個議會方法的釋放 特別在我們區議會 因為區議會最近在6月21日 提交了一份文件 其實就是在說 因為上一年審計處沒有公開點名 但其實所知其中一個個案 就是譬如在我們區區區議會 在一個所謂社區參與計劃裏面 撥款制度裏面 由這個所謂主委做一個 叫主委決定了一個團體 是哪個團體合辦的所謂社區參與計劃活動 這些社區參與計劃其實是區議會裏面 大部分撥款裏面 每年大概都超過一千萬 這些撥款其實是在不同的委員會裏面 亦都有分開不同的小組裏分開撥款 但因為所有選了主委之後 每一年撥款出了之後 大概四月就會開設會 就會說我們誰選了主委 去選主委之後 就由主委決定誰合辦團體 例如例子 可能一個公屋的小組人會 他有八萬元的撥款 是需要撥款的話 他就選了五個主委 分別了每個會是萬六元 那萬六元之後 可能由主委決定誰跟他合辦 這個決定其實不經過我們所謂委員去投票 亦都不經過委員去看那個計劃書 只是選了一個團體之後 就由團體去做這個活動 這個被省委署批評 這個是不公開不透明 所以我們覺得是應該修訂 文字署其實也都落了一個資因 給我們在區議會 在6月21號裏面 有一個行政及財務委員會審議 是否應該通過這份文件 是在未來修訂這個 應該是公開 也都應該由委員提名 不同的團體 又去入標書 去增加的競爭 而增加透明度 但是呢 竟然是 引來建制派很多議員的反彈 覺得應該是再討論多些 是否應該這麼快 要求通過這份文件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議會裏面 也都提到 各處鄉村各處例 但這個是最荒謬的地方 原來我們18個區 要認得是群青區 一個區是沒有公開去 叫這個輪選的機制 原來看不到一些 團體的計劃書 給他們競爭 也都不知道做些什麼 可能是決定了 然後下一年左右 再開會才知道會 沒有那個活動的整體狀況 那這個我覺得 也都其中一個 我們既稱區議會 比較荒謬的地方 所以希望呢 就是 替我這個機會 其實很多議員朋友都說的時候 我們覺得 接下來的民主主 應該是檢討回 整個區議會裏面的 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也都當中特別牽涉 一些所謂不公開 不透明 不公平的地方 是應該去設計改善 而不是呢 是被建制派的議員 是壟斷現在整個議會的資源 和他們的權力 我們來看 如果有補充之後 跟記者或者我 我講完之後再看看 有什麼補充 好嗎 因為其實都想說回 因為眾多日幾位朋友 其實剛才都聽到 我們不同的區 不同的議員都就著 即是會議常規 撥款的制度 授權票 或者是爭選委員 委員等等 其實都有各自自己的留位 這次我們民協 在短時間裏面發起這個 取消授權票 這個聯署也都得到很多 不同的香港民黨派的議員去和定 可想而知 這個問題其實是有待解決的 剛才都提到更多問題 我們都會跟進 但這次我們這個聯署 主要就是先一定要取消授權票 那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希望18區一齊統一地 取消授權票的制度 那這個方法很簡單 只要民政署 民政事務總署 或者政府上面 即是他肯去定立這條規條的話 其實18區就要跟的了 因為其實所有的會議常規 都是由民政事務總署 去有一個指引法下來 那其實只要他講到指引 即是要取消授權票的話 即是劉康華要揹菲拉這一點 如果他要這樣做 他可以這樣做的話 那相信授權票這一點 就18區可以一起取消 那這個聯署呢 其實就會繼續 我們會繼續邀請 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朋友去聯署的 那接下來我們的行動都有的 我們的行動呢 就是由最快復會的團員區議會 由我們團員一班的議員 就動議取消授權票 那當日應該是9月11日 是吧 9月11日 9月11日 就由團員區議會 率先發動這個 取消授權票的議案 到時看看結果是怎樣 雖然結果都預料了 對不對 但是希望我們能夠做出一些衝擊 證據我們的職務主義員的訴求 以及要盡他們的民主義員的責任 會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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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謝謝主持 其實我們今天這個聯署行動 其實是一個開始 其實我們有12位區議員 當初發起 其實我們被全港400多個區議員發信 去邀請他們參與聯署 在首階段 大家新聞稿看到 現在有53位區議員 已經聯署去全面取消授權票的制度 接下來都會陸續提一提 更加邀請多些區議員 不同黨派 無論民主派好 建制派好 其實應該全面取消授權票制度 其實是一個大勢所趨 現在18個區議會裏面 有6個區議會是沒有授權票的 有12個區議會仍然有授權票的 最新近6月份的時候 深水埗就是其中一個議會 成功取消了一個授權票 在我們角度來看 覺得區議員應有的責任 就是自己親身去出席會議 因為民意清楚授權 就是授權給這位民意的代表 你不應該把自己的權力去假授於人 甚至乎你連開會談些什麼 你都不知道 就把我的票去給一些黨友 那這個是議會的懶從 我們予以一個譴責的 所以剛才說了 我們接下來會向民政總署施加壓力 在接下來去收新一屆議會裏面 要全面去取消一個授權的制度 以至於剛才各個區的區議員 也都說了他們在議會裏面發生的一些問題 我們期望新一屆的區議會的一個 會議常規的法盤都會有一些修訂 去堵塞一些議會的漏洞 特別是一些大懶從的議員 我們就一些議會的荒謬 懶從的議員 我們予以譴責 接下來我們陸續都會有行動的 謝謝主持 好 不如見證問朋友有沒有 我們有個團署行動 之後才行 有否見證朋友想問問題 有幾多區議會入了文件 會拘捕取消 有幾多區議會 入了文件 同意取消 接下來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屯門區議會 有幾多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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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仍在進行 或者如果有的話 還要討論 還要討論 現在最快就是 提醒我們都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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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團門都已經寫好了 接下來都會入 就這個區議 接下來其他區議會 我們會進行有稅和商討 我們會有這個行動 這樣 我也是 你是說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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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讓灣仔說一下 我都會這樣形容 灣仔只是有入委民主派議員就是本人 其實灣仔連入這個文件應該都入不到 我只能夠入一個書面的問題 叫大家去討論受權竅這件事 但其實沒有一個動議是可以做到 因為一個人是有的動議 所以剛才你這樣問到 其實我認為那件事能否推動到 建制派會否支持 其實那個重點是在這麼多市民 是不是真的這麼受權竅那件事 譬如說有一些情況之下透過受權竅 你可以完全避開利益申報 而去遷就一個和自己有利益衝突的議案去投票 如果大家廣大市民是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可能它也不會施壓給自己的區議員 無論是建制派也好 民主派也好 什麼派對也好 所以我覺得一個公眾的輿論是絕對幫到的 這個也是一個小區或者一個小五的區議員 能夠集合起結合起來 我們成為一個比較大的力量 才可以推動到一個大的改變 相信也是 你說民建制派會否主動作弄自己 記得的當然不會 但一定要製造壓力 還有我們的行動旨在 就是帶來一些輿論壓力 導致演制派的議員明白到他們都要受壓 這樣會很難做 OK 好 其他問題 東方的 想問一下海文和史特萊 海文那裡就是 因為看回第一階段的聯署 五位是民主黨 看到你的名字旁邊就沒有踢 那是嗎 其實… 是嗎? 立即答案簽名 對了 其實為何民主黨在首階段 其他議員都沒有去參加這個聯署 因為其實你區議員人數比較多 那個施壓開大 另外就想問黃大師 可否透露下一步的行動會是怎樣 因為你民主派的議員都比較少 還有就是作為白喜人 就是過這麼多屆區議會裡面 那個慣常做法都是會議場開 是一開屆的時候來改的 你現在今天再去推動這個運動的時候 你覺得成功是有意大 嗯 我應該… 我不知道人家說技術上 我今天真的可以這樣 一定是有聯署 那民主黨我想都談過 這個聯署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就處… 即各區那個… 就是具體的那個策略是怎樣 我想最好呢 就是那個… 就是自己本人 就是自己本人 我比較… 但是剛才我也有說 他們不同區 對他們取消授權票 實際用的那個策略 其實都可以… 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在一個位置 都是有一些彈性 給我們區的經濟指摸 去決定按照他們區域 怎樣是最有效的 去取消授權票 那坦白說 取消授權票都是一個 長期的作戰來的 可以… 我想短期就是… 剛才說是… 上文檢或者是聯聯署署 我想中期就是… 我想正正是那個議會 裡面的實力怎樣去… 去… 壯大和把一個合適的機會 去取消 今次剛剛… 就是深水埗區議會 成功取消到… 其實有些朋友都跟我們 是一個奇蹟的 倒球 但是都要有實際… 有個實力夠彈你 才有倒球的機會 如果是太遠了 可能真的要用其他一些… 方法 所以我想… 我想最重要 我們今天出得來的 就是一條心 希望這個取消授權票 我想我們是會… 在從政的生涯 不同的推動 好… 其實… 當初發起 有十多個區議員 其實都是民別成員 其實我們都邀請很多 不同的黨派 包括沒有政黨的 四百多個區議員 我們全部都給了信 去邀請聯署的 所以其實我們… 現在收到53位 其實… 有些區議員都比較難聯絡 我們相信… 數字會一直增加 為什麼今天會開一個記者會呢 其實很重要 想發放一個訊息 其實取消授權票是應該的 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 還有的 叫十二個區議會 還有授權票制度 其實我們可預計得到 就算我們想文件 動議要求取消授權票 因為其實剩下這十二個議會 不是趕欠一兩票 所以賭光的機會比較小的 那為什麼我們一次過 十二個區議會一起上呢 因為我們希望有一個逐步 有一個階段證的 一路去施壓壓力 其實更加重要的是 市民要關注到這個授權票制度 其實正正這個授權票制度 就影響到很多區議會的撥款 工程的款項 其實當這個關注度提升的時候 其實就算那個區議會有授權票好 沒有授權票好 有些可能當初一開始 剛剛那個議會成立 沒有談到這條題目的 因為那個時候 根本是強約懸殊 已經一下子就過了 其實期望 新一屆的議會 就全面十八區由總署下來 致引 就沒有授權票這個方式 好 其他記者朋友有沒有問題 其實我想問回真選委員那裡 因為其實部分區真選委員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地區組織的代表 有些民主帖過往幾屆 都可能會找一些委會主席 或者聯會主席進去幫忙 其實到底是制度問題 還是使用者有問題 去導致到你今天覺得那個方法很出現 有些議會有爭選委員 有些議會沒有爭選委員 有些議會就每個區議員提名一個 有些就是提名完一班人之後 要全體投票 所以形式不同 但看上會做這些爭選委員 有幾類人 一類就是有意參選的人 一類就是一些地區 剛才說一些委會的主席 法團的主席 第三就是一些在區裏面做生意 或者一些名望的人 有些三個大類的人 會走去做爭選委員的位置 其實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這三類人 用什麼渠道上去都好 其實它是拿著一個區議員有的權力 而它又不是由一個民選去產生 所以我們說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制度其實應該是要倒絕的 特別民調我們會覺得 應該是要全面取替這個爭選委員制度 因為區議會是一個民意代表平台 不應該有些人沒有一個民意代表 就授權進去那裡 那我看看有沒有其他制度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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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施德萊說幾類人 做爭選委員 其實在東區 是見到建制派 是作為一個策略去放爭選委員的 在東區是哪幾類呢 那些委會的主席就沒有的 差不多只有這幾種而已 區議員助理 就是剛才說過 前區議員 差不多是這兩款 就是選不到的 和區議員助理 東區是這兩款而已 所以就看到那個部署 是很清楚 是建制派 是將這些人 要留在區議會裡面 是繼續做他的勢力 做他的要 而且我們見到 16年委任 18年委任 有些是完全沒有轉人的 有些是轉了人 不轉人的 有些持續性的 就看到他 在區裡面 就想 落腳 做足四年爭選委員 他用個名字去賣 說自己是爭選委員 到選區議會的時候 就有名簿 就是有公職 這個是完全是建制派的一個部署 這個不只是用了 那個投票的力量 即是他們的投票力量 在小組 在委員會裡面 而且還在部署他們的事 即是再真正拿位 到了他真正拿位之後 他又繼續再培職 下一班的爭選委員 這樣去蠶食議會的人 這個狀況不知道 不知道其他區有沒有 我自己又做了一些功課 因為如果記者朋友 想知道我有個表 即是有其他區的爭選委員 不過你問我 如果相比爭選委員 都是民選議員 其實在民政署 還有個制度 那些分區委員會 那類 其實是可以 中差的 我想我那個區 都試過 在那些分區委員會 還要做主席 我想在華區都出現了 所以我想正正是整個議會 怎樣是一個狀態 和真正的分 即是向選民群集 這是最重要的 再兩句 那些分區委員會 除了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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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港的 社區幹事委員 助理 做申選委員之外 其實還有些 中小學校長 或者地區議員 我不否定 這班人 對社區有討厭 問題 這班人 竟然沒有 得過一個 市民的授權 他竟然在議會 有發言權 那我其實初步提議 當廢除這個 爭選委員之後 如果就個別的議案 需要 或者個別議題 或者討論事項 需要一些 中小學校長 或者地區的言答 去表達意見的時候 按個別的議題 去邀請他們列席 去希望他提供意見 就無需他可以 即是常遲 是有個委員在這裏 去發言 不是在談戀 可以 可以 不好意思 怎麼樣 爭選委員本身的條意 就是希望可以 吸納多些不同的聲音 特別是民家的聲音 還有那些聲音 邏輯上 應該是跟本身的委員會 有些關聯的 假設你是交通委員會 的爭選委員 我們期望都是你 本身可能對一些交通 巴士 小巴 是有相關 知識的一些地方 但很可惜 我們現在觀察到 他們現在是一個 正義分裝 講一簡單的例子 他可能剛剛說到 他剛剛說到 委員會主席 一些區議員的助理 就委入去 委員會裏面 只是負責投票 但他們很少 你可以看回會議紀錄的 他們很少是委員會議見的 包括相關委員會議見 包括相關委員會議見 就是小號族裔的小組 小號族裔的小組裏 它是委任不同 族系的組長上來 其實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可以聽到不同 一些小號族裔 可能你是尼泊爾 你是一個巴基斯坦 或者不同族裔的意見 但可惜地 就是他們那些族長 都不是一個 未必是最主流的族長 可能都是因為他和某些政黨 是十分之友好 然後我才委任他 所以可以看得出 就是那些代表性有多高呢 還有那些是否真是專才來的呢 還是原來是針對著他的政治取緒呢 或者他和一些政黨的 一些親疏有別的關係 從而成為爭選委員 這個事情很有問題 其實我想說回就是 為什麼之前要順消區議會議員的委任制 其實就是同樣 其實為什麼要 我們現在民主 就是和我們追求民主 追求公開透明 正正那個委任制度 根本就不是公開透明 議員又說是 就是決定了那個人就是那個人 其實你有沒有經過 所謂討論 或者他有沒有資格 其實沒有的 其實你喜歡那個人 其實他停停了之後 他有沒有出席會議呢 甚至有沒有說法的言呢 我上一屆和我劍選的對手 被委任去葵青區議會 防衛事務委員會 三年了 我每次開會都在這裡開的 他一句說話都沒有說過 他真的一句說話都沒有說過 所以你問一下 為何委任去委任呢 身份純粹給他在卡片上 多一個葵青區議會 防衛事務委員會 爭存委員 一個身份去便利他 去做他所謂的地區工作 其實只不過 我剛才講的 一些議員都說是直接奔裝 剛剛還要經常講 我最重要的一點 都是覺得 根本是不公開 不透明的去委任一個制度 根本這個是 就是從之前我們都反對 不過只不過 我們沒有一個所謂聯合一個 在這裡一起去反對這個制度 我覺得就是在議會裡面 已經是愈來愈悲懸化的時候 政府其實它也都可以很多 其他不同的諮詢架構 絕對可以吸納到這類的所謂 諸位人士或者地區議會見 無論是分區委員會好 還有博業罪丸委員會 超狂委員會 其實很多很多 就是民政署 沒有這麼多諮詢架構 為何是要將它委任 在一個所謂我們民選的制度裡面 這個是一個不合適的制度 所以我覺得過往我們都反對 不過沒有團團在一起 謝謝 謝謝 剛才大家講到分區委員會 其實很多不同的公職委員會 事實上我認為 雖然是一個吸納人才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可以其實某個程度上是一個間說 我就很不認同 基議員自己委任所謂的爭算 在我的議會 因為我們抗爭 在過去這三屆的議會 我就看到這些漏洞 我們反對這些態度 如果第一 就已經沒有爭算委員在我們區議會列席 第一 第二如果在分區或者其他公職委員 其實如果它是來自一個屋苑 一個大代表性的 其實是可以藉著吸納民意意見的 這是無不可的 不過最近好像分區委員會這樣 我們很勤勤出席 竟然一些所謂的代表 包括一些演員自己都懶惰 我們出席表出來商界的分區委員會 結果既然肉宣有些議員大家自己沒有出席 索性在今屆我們被取消了我們的席 在這些分區委員會 我就覺得很荒謬 因為我們自己民意代表 聽聽聽他們不同的屋苑的大屋苑的代表 去出席去發言 其實是好事的 還有我以往 由我未做議員之前 我都會在分區委員會 有時有些說法或者表述 其實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機制 甚至議員可以列席 那表決可能在分區委員會 就由分區委員的委員去投票 那就合理了 這個第一 就是區議會就由我們區議員投票 分開這兩面是 我覺得議員很值得討論 亦都反映今天這麼做的 這麼多位議員 因為今次是說要拒絕冷藏 亦都不應該去授權投票 所以我一聽過這個議題 我不管左中右 我覺得二話不說就要靈 要剔去支持這個動票 我覺得希望未來議會的同事 都繼續爭取 任何要說 沒有人說話 我想想總結一下 其實大家都聽到爭算委員 各區都出現了很大的不同的分別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在聽民意上面 其實怎樣進行這件事 我想舉一個例子 就是中西區議會 是會容許一些民間的代表民間的團體 是在會議上面說話的 而這個我不知道在座其他區議會能夠容許 但灣仔是不行的 之前也都有一些很需要一些專業知識的議題 是需要一些想邀請民間的問題 我提議過 他們都是否決了 大部分的在籍的區議員都是否決了 我相信其實如果政府想有一個機制 或者議會需要一個機制去廣立民意的話 我想由每一個個別的議題 改了18區 是容許了可以有一些團體 可以上來區議會 直接去對話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一件事 即不是另外開一個閉門會議 然後就聽大家的意見過冷河 然後又做那個表決 可能需要表決那些區議員 或者有份可以表決的爭算委員 其實是可以不出席的 即是這些很重要的一件 然後我相信其實這一次這個行動 那個目的都是想提升整個議政的質素 提升一般香港人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區議會都是小圈子的做法 我其實都不屑去參與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麼立法會人數 投票人數會多於區議會 可能有一部分就是覺得區議會是很兒戲 很亂來的 但是到有一幫很積極的區議員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更加都是需要各位傳媒的幫手 即是去和這些很有問題的時間 即很有問題事件去講出 以及都需要大家市民的支持 好 那就大概去到這裏 我們最後呢 有兩個行動 一個是講一個簽署 其實剛才講了很多的 最主要是提升區議會的質素 區議員的質素 我現在有一個圖叫做 香港區議會的冷蟲等級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有12個區議會 仍然是有一個授權票的制度 這個是12級的冷蟲 我們期望呢 接下來會一路減少 我們區議員應該是責任是要自己 親身出席會議 投票也是要自己去做 就不應該授權假首於其他人的 鎚絕議會冷蟲 倒絕議會冷蟲 倒絕議會冷蟲 虫 拒絕議會冷蟲 拒絕議會冷蟲 默把眼睛拉上 while we have to hut 雙借議會冷蟲 道絕議會難從 拒絕議會荒謬 拒絕議會荒謬 道絕議會難從 拒絕議會荒謬 拒絕議會荒謬 好 今次我們也會再一次 一起聯署這一封信 再次 現場再次 現場再次聯署 我們收回 我們還要說 我們 совсем傻的 青年 autocon 砍 砍 砍 nun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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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絕議會冷藏 拒絕議會荒謬 杜絕議會冷藏 杜絕議會冷藏 拒絕議會荒謬